但扯鈴這項民俗運動在台灣流行快40年了 只不過今天立法院在審預算的時候 可能要大刀一砍 也被認為是正式的因素過強 4 5 6 寒聲鼠拍不管是高空拋接團體秀 還是單人輕鬆把玩四顆扯鈴 五星國小扯鈴隊多次出國比賽 更在日本拿下國際扯鈴團體冠軍 不是只是說只是中國的東西 其實歐洲 美國 日本 都有人在玩這個扯鈴 扯鈴運動最早源自唐朝 民國64年交易部定為民俗體育大力推展 但喬國會扶刀海外向令營 推廣扯鈴的預算 民進黨立委卻想砍掉80萬 扯鈴也是中國文化的一支 但是你要能夠區別於 譬如說現在中國它的統戰部門 在做的這些社交工作 它雖然發援中國 但是現在扯鈴已經變成 我們青出一籃 這運動事實上對小朋友來說 還蠻不錯的 是覺得很可惜聽到這句話 立委委屈中國話 硬是否認台灣流行多年的民俗技藝 扯鈴是幫中國統戰 成居力捧的接班人 刷存在感恐怕比扯鈴還扯 我認為這次民間的民俗技藝 應該不太堅持就好 對小朋友們 有意見到 都不太堅持就好 這次民主委會 都不太堅持就好 也不太堅持就好 好的